来咱们这么开始 前面的世界古代史的部分 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民主与法治的传统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几位大思想家哲学家 有的时候可能会中外比较着考 或者比较损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 或者一本著作 从某个角度去考柏拉图 考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的这些人 应该说总体不会太难 跟中国古代史的难度差不太多 能把它背下来就万事无忧了 但是进入到世界近现代史 难度会陡然增加 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去理解 咱们这套书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我难得说它的优点是吧 还是有的 就是它把世界近代思想政治史的几乎所有的这些元素说全了 虽然它也没有真如展开去说 那样很不方便 是吧 但是呢 它给高一高二的教学就留下了很大的这种拓展的空间 这样我们可以奉教科书 以教科书的名义来拓展 我们就不是胡说八道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工业革命前的世界 除了古代史之外 一进入近代史 我上来这个题目就是工业革命前的世界 你从这题目就能看出来 在近代史当中第一届 让我们觉得是里程碑式的世界应该是什么 是工业革命 对不对 我这就得把这里程碑搁在这吧 我把前面这段历史称作叫做工业革命前 后边叫工业革命后 工业革命是发源于英国 或者说是发源于西欧 他席卷全世界的这样一场 生产力的或者说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革命 我们后面会谈 在工业革命之前 欧洲同样也是手工业 没有机器大工业 对吧 同样是手工业的生产 只不过他的资本主义的因素 发展的比较完备 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说 比同时代的中国要强大得多了 我们来看看新航路的开辟 新航路的开辟的原因与条件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他会考你什么什么事的原因是什么 条件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影响是什么 对吧 做题的时候往往有这样一种 难以 有的时候难以分辨 那你问的我这个原因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条件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一分 原因 主要体现在内部 主要体现在这个内驱力上 主要体现在主观的东西上 它跟主主观的目的差不多 比如我要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你报精华学校的原因是 你想准备高考 你想在高考中拿好成绩 对吧 这是一个内驱力 而条件是外部的驱动力 条件主要是外部的驱动力 这是一个大概的分法 一般原因跟目的是类似的 它实际上是一回事 好 那我们来看原因 不管从内部还是外部来看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 我们需要有一个背景的认识 就是那旧的通路是什么 我不叫它航路 它不是海路是吧 主要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有没有海路 有 我们大概把中国汉代开始形成到唐朝大盛的那个丝绸之路 说一说 起自中国的长安 对吧 往西走哪 脑子里想这幅地图 从长安往西 长安就在黄河那个大吉字里头了吧 往西就是河西走廊吧 再往西就是新疆了 进新疆境内进入到中亚 在中亚分叉 一路往南去天竺 就是去印度了 对吧 一路继续往西到西亚 经西亚的阿拉伯人转运到欧中 东欧中欧西欧怎么过去 对吧 然后在古代的时候 他由于欧洲的国家 往往是地跨欧亚非的 所以他有可能跨过地中海 送到非洲去 海上丝绸之路是怎么走的 汉代的时候是从广东出发 沿 从广东出发沿着那个半岛叫什么来着 叫中南半岛对吧 或者叫印支半岛 绕过来就是马六甲海峡吧 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以后呢 这边走孟加拉湾 孟加拉湾对吧 沿着印度半岛下来 汉朝到印度半岛的南端 我要损点就考你 比如汉朝的海上路上丝绸之路都能到达的地点是 印度这算是一个点 是吧 这可能也见过 唐朝就绕过来了 进入到波斯湾了 对吧 到波斯湾就不再走了 到了明朝的时候 那会儿已经无所谓这个 这个 呃 这丝绸之路什么的了 明朝的郑河下西洋最远到哪 还记得古代事情我们提过吗 郑河下西洋走的也是这古道是吧 最远到哪 到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红海是哪 红海的两边是什么 红海就是非洲和亚洲的那中间那就是吧 红海现在就是沟通红海和地中海那叫 沟通红海和地中海的 叫苏伊士运河 那是那十九世纪的事情了 对吧 在没有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一般人们要到欧洲去走海路 还要绕豪旺角再过去 对吧 好 我们把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也稍微复习一下 大概知道 在古代东西方交往的这种要求需求不是很大的时候 这两条丝绸之路路上的海上的基本也就够用了 古代的需求不是很大 但是这两条路 尤其这个路上丝绸之路受两个因素 的制约 一个是这个特别长这个路 中间可能出问题吧 比如在十五世纪以后 中间就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这是直接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一个原因 对吧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自己的问题 咱们讲中国史的时候 为什么宋朝他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比路上丝绸之路要发达很多呢 不但是地儿小的问题 那地儿得寸 那得合适那块地方 宋朝本身北宋就管不了西北了吧 北宋还能管长安 但是你往西北走已经归西下管了 对不对 他过不去了 南宋就更蒙题了 天安逸余的小朝廷 所以到两宋时期 路上丝绸之路 源头被废 对吧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吧 海上丝绸之路还可以 因为宋朝的航海业 也是比较发达 特别是这只南针 咱们讲司大发明的时候 这还是管用的 咱别光想着 咱启蒙欧洲人怎么开平行路去了 咱自个儿也用这南针 好 把这个想清楚之后 那么当1453年 奥斯曼土耳其最终灭了东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这么一国家 使得西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个威胁不是军事上的威胁 最主要就是商路中断 所以你记住啊 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没有真正切断商路 人家只不过就是想 想收一点点费用 是吧 人家站这么大块的地方 收一点咕噜费 也不过分吧 是吧 反正多少收一点 是吧 还可以剩一点的 西欧就受不了了 西欧就憋着要开辟新航路 那么开辟新航路 我刚才说的这个条件 是开辟新航路的必要性 还是可能性 你想想啊 我要干一件事 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好都有 是吧 那这是必要性 还是可能性 我不开 就得不到中国的东西 东方的东西 对吧 我就没有办法从东方来获取 我需要的东西 那么这是必要性 这是开辟新航路的必要性 可能性是什么 技术 包括造船业的技术 包括指南针的西船 对吧 航海业的发展 啊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还有就是原来垄断地中海贸易的那个中转战 意大利 啊 现在他们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航海水手 啊 没没出用心 那在地中海里不够折腾的 上大西洋里玩一玩 啊 马可波罗 这倒霉催的 据说来过中国 不过现在还有人提出怀疑 说他压根没来过 啊 说压根都没来过 因为在中国的古典古籍中记载 马可波罗所说过当过的那些官 人家都排满了 没他什么事 啊 元朝理论上倒不会讨厌的 元朝呢 把中国人分成四等啊 第一等叫蒙古人 第二等叫色慕人 这色慕人就有一个解释 说一种说法是眼睛色不一样的 这色慕嘛 那另外一种就是除了蒙古人 汉人和男人之外的其他 乱七八糟各色人等都叫色慕人 甭管怎么算 这位意大利人肯定是色慕人 在中国属于第二等级 也不算太低 啊 蒙古大汗的脾气呢 给他给他个官当作也问题不大 我们不去考证这个东西 但是他回到欧洲这一趟忽悠 你们知道这位老兄是在意大利城邦战争当中 战败被俘受伤 伤口感染化弄发高招的情况下 写的这玩意 反监狱这不也没事干 有一傻学跟他关一屋 那哥们是无限崇拜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说什么就写什么 你要知道体温三十七度五以下的能性 三十九度五以上的不能性 这老哥什么都敢说 东方遍地是黄金 金砖铺地三寸深 你们见过金砖铺地吗 去故宫看看 故宫那太和殿里边金砖铺地 那个那个地砖呢 泛着金黄色的光芒 真叫金砖 但那是像金子的砖 那不是像砖子的金呢 对吧 日本的房屋屋景都是拿金砖金瓦盖 他没去过日本 吹吧 总之马可波罗行迹一问世 带给欧洲人的一个感觉就是 到东方去重复三个动作 弯腰 捡 走 我就发了 我现在想起来就跟福建那帮舌头 跟那帮一句 别说英语了 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 老农民盖去美国 遍地都是美元 捡 装起来 走 都偷渡 交五万美元偷渡那种 半天还去给踹海里 你会发现 当时的欧洲人对东方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 但东方的好东西那是真好 所以无限崇拜 有一教皇跟着 说说 说东方啊 说遍地 就留着奶和蜜 多黏呢 那玩意儿 招苍蝇吗 这个 哎呦 受不了这玩意儿 喝着泡在那玩意儿里边 这样的一种忽悠 使得欧洲人极大的增加了对东方的兴趣 要到东方去 他们到东方去干嘛 去发财是吧 去掠夺 去商贸 也别光想让掠夺 欧洲人的基本习惯是先做生意 做不成再抽你 他一般都是先做生意的 做不成再打 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这会儿还不到原料和市场 一定记住 这是工业革命前的世界 对 对手工工厂而言 欧洲的原料和市场都够 货币不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一定是商品经济 对吧 这个我们在讲古代时候说过 一定是商品经济 而且必须是商品经济高度繁荣 请你记住 我原来提过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体验在什么 什么就叫高度繁荣了 劳动力的商品化 对吧 劳动力商品化是终极目标 也就是说 当你一无所有只有自由身的时候 你出外劳动力也能获取货币 对吧 你的所有的生存必须品都是由货币从市场中获得的 对吗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希望同学们能够注意商品经济是发展到一个一个高点的 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 那么无论我出卖劳动力拿工资 还是我去商场买东西 我都需要货币了 欧洲人比较傻 他不知道拿点纸画点 硬件 印刷术也咱发明 他也没想就想明白怎么回事 对吧 虽然都传过去了 可他不会用纸币 他都不会用纸币 当时他强调真金白银 学地理你也知道欧洲是黄金白银的主要产地吗 不是 那玩意主要集中在南非 主要集中在南美 南美的白银黄金 南非的钻石珠宝黄金都特别多 南漫球城玩意多 八成当时地球形成 那往那边甩的都是黄白之物是吧 咱们这都是团之地啊 反正那东西都在南边 当时也不知道有美洲 一听说中国遍地式黄金 弯腰简 非去不可 请同学们记住 如果一个人做事有极强的生存压力和这种经济驱动力 你基本上拦不住 你太强了 出去挣钱去 嘎金子去 如果一个人做事有极强的为生存而进行的这种经济驱动力 再加上尊教的狂热 上帝都拦不住 你信吗 为什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葡萄牙的条件在哪 别着急 先从地理位置上说 伊比利亚半岛突出 在欧洲的突出部上 对吧 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特征是 往西是大西洋 往南是地中海 地中海素来是一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吧 希腊 咱们讲几千年了是吧 伊比利曾经是东西方货运中心对吧 北非也曾经很发达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把着直不罗托海峡 把着这个地中海的西出口 那么他又临着大西洋 地利 第二 这两个都是中央集权国家 欧洲普遍实行的是英国是那种等级分封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一盘散沙 其中最散的沙子在德意志地区 所以这里去四十多班国凑一块 开会都炒的 对吧 意大利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是相对比较统一的集权的国家 集权统一国家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干大活 特方便 他没那么些乱操操的 皇上一句话 国王一句话 他真管用 对吧 像中国这样就有效率是吧 我们有效率好几千年了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加上一点天主教 西班牙 尤其是西班牙 自诩为天主教的护卫国 跟法国一样 有时候法国说我们是天主教的护卫国 西班牙还不乐意呢 天主教 那大家都是出来护的 今天你看吧 教皇要跑到美国去 也有人理他是吧 但是多胡哉不多也 教皇在欧洲转悠吧 大家基本上看个热闹 到西班牙你看看 比看斗牛的还多 万人空下 迎接教皇 法国实际上 因为他现在非常自由开放 所以他的基督徒也不大买教皇的账 他也有天主徒 但是西班牙几乎绝大部分是天主徒 在天主教的这种支撑下 天主教出什么事来着 在新航路开辟的148几年 9几年了吧 15世纪末了吧 天主教是不是有点 不是心动的问题了 这会儿咱们还没讲的那个文艺复兴已经开始了 文艺复兴是1314世纪开始了 对不对 一般是官方说法14世纪开始了 那这会儿文艺复兴已经开始了一两百年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对天主教的冲击已经显现 我们后面会提的宗教改革在一二十年之后就要开始了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天主教的威风不在 而天主教秉承这个基督教的传统 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 基督徒相信自己信仰的这上帝是普世的 所谓普世就是说 那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信上帝 东方人有黄金没上帝 我们有上帝没黄金 咱们换换 他们就想到处去换你 你知道现在还活着的一组 一个南非的一大主教叫秃秃 黑疑了那哥们 秃秃大主教两个重要的 明年第一句上帝是黑的 就是我们家上帝是黑的 滚着吗 第二个就是若干年前 白人带着圣经来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有土地 他们有圣经 现在我们有圣经 他们有土地 这吃果果的抢 传教的动力 获取财富的动力 这都是人冒险做事的极强大的推动力 新航路开辟 如果既有其必要性 又有其可能性 它既有主观的目的原因 又有充分的条件在的话 这事几乎是一定要发生的 而且发生以后的成功率是极高的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 葡萄牙 大概把这个路 想一想就行了 我不想特别多的去说地理方面的事 那几个关键点你要知道 最早进行探索的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 他们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是吧 最早取得成就的 葡萄牙的迪亚士 迪亚士没有发现新航路 他没成功 他先帝创业未办 中道回回家了 对不对 他不是中道崩促 差点崩促了 迪亚士贴着非洲的西海岸 一路向下 鼠黄黄鱼的贴边走 一路船头朝南走 对不对 船头朝南 朝南 突然遇到大风暴 呱晕了 在海里面转陀螺碗 转了四万多圈以后 发现太阳 从自己的幼弦升起 早晨黎明 太阳从右弦升起 当这船这么走的时候 太阳应该从哪升起 这是船头往下走的时候 上北 下南 左西 右东 太阳不会乱窜扬是吧 每天太阳都是从左边升起 转了四万多圈以后 太阳改从右边升起了 太阳晕了是吗 船掉头了 绕过了好望角 对不对 那时候不知道 你叫什么角 绕过这嘎拉脚 掉头了 这迪亚是非常兴奋 掉头就说明 我有成功的希望了吧 下面一路 前进 发现手下的水手 不怀好意的看着他 那帮水手 发出了最后通点 回去 要不然弄死你 那水手对船长 都是这么尊敬的 你知道吗 船长很客气的说 那就回去吧 回去了 回去跟国王说 风暴角 吹晕了 转托罗似的 我们升到日子 跟着转 这个人是个消极主义者 因为他给这个地方起名 叫风暴角 葡萄牙国王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这个角不能叫风暴角 一定叫 The Cape of Good Hope The Cape of Good Hope 叫好望角 这个地方现在还叫好望角 上个月 有一个来自南非的顶级中学 四里中学到四中来访问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们离你好望角有多远 不远 这个四个小时的车程 你要来访问 一定我带你去好望角 这个可以考虑吗 我们还没有到非洲去过 这个地方叫好望角 可以给葡萄牙人带来好运 对吧 继承迪亚是为死之一致的 他后来也没许多什么实际的成就 航海也就死掉了 那个人叫达加马 达加马就绕过去了 达加马绕过好望角 就进入了印度洋吧 穿过了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之间的这个海峡 进入到印度洋最终到达印度半岛西部的 有一个地方叫凯利库特 到这以后 印度就算东方了 不止咱们中国算东方 咱们在印度一块玩 印度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繁华 你就冲人是吧 印度千年老二是吧 现在正面努力争取第一 我们尽早让给他吧 一般咱们第一他第二好几千年都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到印度以后发现极为繁盛 到这把运过来那点烂货全泄了 装了三传香料 印度那地方有香料 你们知道什么叫香料 花椒大料 欧洲人炖 杀一个动物 然后炖完肉以后 它没冰箱 所以天天吃臭肉 吃臭肉就得往里割香料 割香料是褶臭味的 你们都不知道这事是吧 你要出去吃麻辣烫 你会发现越便宜的麻辣烫 割辣椒越多 为什么 割辣椒多干嘛 褶臭味的 你不信你将来上大学 现在没那钱工 上大学你作为研究 你就世界上吃辣椒的地区分布 跟世界地区GDP的产量 基本上成正相关关系 而且成负相关 GDP越低 它吃辣椒越狠 为什么 那东西它是壮了 非常的 非常specy 是吧 这样它可以下饭 它不用吃菜 一般来讲 中国最富有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东南沿海 东南沿海玩没吃辣椒吗 没有 对吧 中国最穷的地方 比较穷的陕北 四川其实总体不算穷 但是呢 也够可以的 对吧 你像这个重庆的地方 江西 湖南 这都不属于什么特别发达的地区 对吧 世界范围 那是世界辣椒之都 墨西哥 美国人就没什么 没那么小辣椒 墨西哥成天跟那 咔咔咔咔 那东西是褶味用的 你真的 你不信你就仔细看 所有学校的食堂都爱割辣椒 为什么 它可以买臭肉 这个事情我没有调查过 所以不能胡说八道 这基本上是一个将来开饭馆的一规矩 你能理解就行了 你看大街上最便宜的馆子 基本都是川菜馆 你不信你看 那是麻辣烫什么是什么那个成都小吃 成小 我们的东西 我们亲切的称他为成小 你从来没看见哪个广州馆子 是潮州菜 潮州菜卖份饭的 没听说 大概知道就行 欧洲人也知道德行 所以他对香料有一种畸形的渴求 欧洲基本上不产香料 对吧 从东南亚南亚这个地区把香料运回去 你知道大家码这一趟赚了多少 这一趟回去 晃晃悠悠这这艘破船回去以后 除去所有的航行开销 包括 大家记住啊 包括这个死亡水手的抚恥金全算 把所有的账目清零之后 大家码发现自个赚了六十倍 赚六十倍 我也去 又能传播上帝 又能赚六十倍 马克思同志曾经这样教导我们 大师说过 资本 如果有三倍以上的利润 资本家就会豁出性命去干 六十倍 死二十遍我也干 对吧 出去还不一定死 死定了死一遍 所以这是稳赚不赔的事情 那这个欧洲人疯了似的就走 当然葡萄牙人开辟的新航路 葡萄牙人要控制 对吧 西班牙人急得 天天上火 去火要一天吃一百多斤 那怎么没我们事 找人要人也不给 那西班牙人有志气 我们自个儿开 而且绝不跟你们开一样的 我不让你倒霉催的好往角 我们有一个新的理念 叫向西 向西 再向西 就是东方 这理念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理念 地球是什么样的 圆的 地球原来是方的 不是地球原来在人们 心目中是方的 中国人原来也认为 地球是方的 对不对 天圆地方 圆炉方指 所以人是天的 这个合理的反应 脑袋是圆的 证明是天圆 角质的盖是方的 什么是地方 中国人思维也相当奔放的 古代人 西方人也认为天圆地方 天圆地方的一个感觉就是地是一大瓶坡你知道吗 一大大瓶子的名面 你往西往西再往西就到大地的边缘了 裤衩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就地狱了 这是关键调 所以不主张你们往西边跑 怎么可能往西往西再往西就到了东方了 开玩笑 中国古代叫我们的成语叫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你永远到不了 你可以解释地球是圆的 中国人是最早开始测地球是圆的 因为有南辕北辙的故事 我们探索北极的故事 这个地缘学说是意大利人弄出来的 意大利有一个学者叫托斯卡内里 他坚定的相信地球是圆的 但是哥伦布是他的信徒 可当时这是非主流的关键 所以哥伦布要能得到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也很不容易 西班牙王室大概也是因为好望角的老不让他走 别急了 所以反正掉地狱也是你掉 我顶多就是赔点钱 你去吧 万一掉不进去 结果这一趟你们知道从欧洲出来 这边就是北美洲南美洲是吧 歪位斜斜奔中美洲过去 第一个到的实际上是巴哈马 巴哈马就是中美洲那些小岛 其实哥伦布差一点就回去了 他的水手跟迪亚士的水手一样是有战斗热情的 多次威胁弄不动死你 哥伦布就是先生 最后就是再一天 明天再见不着陆地咱就回去见着了 见着陆地了 登上了陆地了 哥伦布登上巴哈马那个小岛以后干的第一件事 把西班牙国旗插那了 这是西班牙国王的领土 这种事情咱们以后也可以干 就是咱上俄罗斯四下无人 登 插完就跑 插完就跑 反正警察得不着 在中国别这么干 人太多 有城管 他就发现 把这插在这 他就开始找你东方遍地 这不是啊 人怎么都这么模样 也不像有钱的 穿的还没有我好的 我上上马来了 大家都一致怀疑 这是东方吗 肯定是东方 肯定 但是大概也许可能让风吹歪了 我们已经过了印度 这个地方是西印度群岛 知不知道这名怎么来的了吗 这地方是印度西边 我们已经被吹过了印度 所以这地方被不太开化 哎呀 很惨 我们过了 我们过了东方 已经奔了西方了 这地方叫西印度群岛 这些人叫印第安人 到今天印度人的英文单词都已经不是印第安了 印度这词是印第安是吧 按照英语的造词法 印度人应该是印第安是吧 印第安人有名了 印第安人已经被别人占了 印第安人 印度人现在叫Hindu H-I-N-D-O Hindu 这也是印度的意思 从这个古印度语里边来的 哥伦布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 从而失去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两个大洲的权利 这倒霉脆的 其实要按他的名字来命名南北亚美利加州应该叫南北哥伦比亚州才对 南北哥伦比亚才对 对吧 但是很多人纪念他 比如说像这个南美洲有一国家叫哥伦比亚 当年南美独立的时候还建过一个大国 好几个现在国家联合的一块叫大哥伦比亚 美国有一哥伦比亚大学 挺牛的是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今年在我们那异地就招了翻个 在四中的异地就是early decision 现在已经他们高考已经结束了 很幸福的在那帮我们打工 这帮傻孩子帮我们胡信封跟那 特别好玩 他们很幸福 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大学录取的工作 在加拿大的西边有一个地方叫不列颠哥伦比亚 这些用哥伦比亚名字来命名的地方 主要都来源于哥伦布 来源于哥伦布 这两个大州叫亚美利加州 因为给他证明的人是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 没办法 哥伦布后来被认为是个骗子 因为他弄了好些钱到这去 一点香料也没带回去 没有发财 再下一个西班牙的航行 就是麦哲伦 麦哲伦是环球航行 我们大概说一下他这条路 从欧洲出发 横穿大西洋是吧 天哪走 天南美洲的东海岸下去 穿麦哲伦海峡进太平洋对不对 进太平洋的时候 麦哲伦这船队刚被大西洋蹂躏过 都快碎了 晃悠悠就进了太平洋 这大洋这个平啊 这个安静啊 麦哲伦就叫太平洋 这就叫Pacific Pacific就是和平太平的意思 peaceful的意思 太平洋 刚说完太平洋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give you summer color to see see 往常给扔死了 太平洋的这个 这个风浪 要比大西洋 可能一点也不差 是吧 晃晃悠悠的航行 到今天菲律宾这 已经 几乎就彻底断绝了 这种外界的补给和来源 已经三个月以上 到了菲律宾这 发现当地土人跟着打架 人麦哲伦都受成纳母样了 还下去主持正义 你知道吗 我给你调解一下 你看我 山腰我这是 俩人 兄弟细于墙 共于外伍 同死了 原来也有人考过这题 就是一个麦哲伦的交相 一个同死他那哥们交相 俩人背对背 站一块 你知道吗 在菲律宾这个伟大的国家 这是一个 政治考过是吧 历史也有类似的题目 它实际上是让你在分析一种殖民者 或者新航路的开辟者 与当地民族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不同角度去看问题 原来 哥伦布也是 历史有一道题考过 就是西成军一模题 考过 说是那个 就是美洲纪念哥伦布日 把它当做一个美国的国家假日 然后南美的一傻哥们 一著名的一傻哥们 叫查维斯 大家知道吗 这都不知道 世界著名的两大脚屎棍子之一 一个是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 一个是伊朗总统内加德 这哥俩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给美国添饿 美国怎么饿呀 我们怎么来 给你添饿呀 是我最大的人生乐趣 查维斯 他就公然宣称说 哥伦布是一个强盗 是个坏大人 因为查维斯本人就有印第安人的血统 所以你要知道 不同的角度评价同一个历史实践 是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咱们讲中国事 也说过好多这种事了 是吧 好 伍奇多说他 麦兆伦撂了 这真伴中导崩瘦了 这个 先帝创业为伴 吓着那帮船员 撒牙子就跑 他完全无法想象 老大让人给撂了之后 自己会不会一块多少人给撂了 当地的土著太血腥了 跳上船 最后晃晃悠悠回来了 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 就出马六甲海峡 再撞出来的那条道 最后回到欧洲的时候 都没人模样 跟甲方乙方偷鸡那哥们似的 混成那模样了 因为他们在航海日志里写的很清楚 航海日志里边明确写到 说船上公开卖老鼠 耗子 耗子是生鲜产品 一只耗子 半个杜卡托金币 一种西班牙金币 半个金币一只耗子 这大概是历史上最贵的耗子 这玩意 那样的耗子都买不着 脱销了 这环球航行 饶上卖着轮一条命的 环球航行 证明地球是圆的 考他怎么考 最损的考法 一张有每周和世界 地球是圆的一张地图 能证明那玩意儿 那就是环球的 就是圆的 那必须是在麦德伦之后 对吧 别信 有一英国 我也傻哥们说 1421年 郑和发现了新大陆 那哥们大概是无限崇拜郑和 他说郑和发现了新大陆 一个英国人这么说 让中国人很欣喜 我们一般很谦虚的说 这个还可以考证 中国人要发现了新大陆之后 还没去殖民 这就太丢人了 所以还是让西方人去发现吧 好 西航路开辟的经过 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跟地理结合起来 还是有可能会考到一些小东西 最终两个国家 四拨人 两成两败 每个国家各有一成一败 对吧 但是完成了对新航路的开辟 使东西方最终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且发现了南北美洲以后 有一个重大的成就 就是亚洲 欧洲 非洲 从来就是一金三角 这是可以进行商贸网的金三角 加上北美 南美 除了澳大利亚之外 南极 南极就算了 南极除了企鹅 没什么活物 澳大利亚倒是有几个人 主要是毛利人 红种人 英国人没去之前 澳大利亚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这五个其他的 有比较多人口聚集的大洲 被联系在一起了 原来有一种说法 有争议 但是也可以接受 就是所谓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 是从新航路开辟开始 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去看 就是世界市场这个东西 他要真正想形成 他必须是在工业革命以后 对吗 为什么 市场 如果说新航路以后 我们这些地方我全有了 是我连上了 那不就有世界市场了吗 对 只有市场没有商品 那个市场是空市场 对吗 你上商店去 发现架子都是空的 那叫商商店吗 他还得有足够的东西才行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题目中说 新航路开辟标志着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 不能说他错了 但他至少是雏形 或者说是最开端 世界市场的最开端是从这 当年的人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世界市场 这个概念真正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必须是工业革命以后 好 能记清楚这事吧 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请大家想想 这条新航路一出来 原来我的学生给我出过一道题 有几个人不满意 我原来可能提过这题是吗 有多少人会对新航路开辟不满意 或者有受到利益受到损害 你说我们一个一个说欧洲有哪些人呢 旧的贵族地主对吧 因为有价格革命 有商业革命使得他们的封建势力受损了 对吧 欧洲封建势力受损了 非洲的黑人受损了吧 美洲的印第安人受损吧 再加上呢 意大利人受损了 意大利人丧失了 这个航海的领先国和贸易中转战的地位 对吧 另外就是奥斯曼土耳其 土耳其这中转收费战没人去了 有旁边小道了 那么你要仔细想想看 这些实际上都是新航路开辟的这个影响 说到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 我们首先要提到商业革命有两重意思 第一是商贸范围的扩大 这不用解释吧 原来就是亚非欧 现在呢 多到了南北美洲 甚至世界其他地方 所以商贸范围急剧扩大 另外一个就是商业中心的转移 从哪转到哪去了 地中海到大西洋 意大利为中心 到西班牙 葡萄牙 英国 法国 荷兰为中心 对吧 大西洋沿岸 诸国因此而崛起 那么英国日后能够成为最发达的殖民宗主国和资本主义强国 包括他的工业革命 还有他的工厂省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等等 全都跟这个大西洋中心航路有关 对吧 好 知道这就行了 我们为英国那也埋起一个伏笔 价格革命指的是什么呢 简单去想 西班牙 葡萄牙 开辟了美洲航线以后 他们开始大肆的殖民屠杀印第安人 对吧 在这个屠杀的过程当中 把大量的贵金属 加以强略 一方面是从人家的南美洲那些部族里头抢 你要知道 在南美洲的这些印第安人部落当中 因为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 所以黄金白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对不对 那东西 他贵金属 我造一金屋子又管什么用 还不地板砖的好事 对不对 睡着糊梁的 黄金白银 他除非他有这个作为等价交关物的这个这个作用 没有商品经济 那玩意就没用 对吧 人家并不很看重这东西 但是他们还是采用这种种族灭绝的方式来再抢这些好东西 所谓的好东西 大量的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涌入欧洲 是一个非正常的速度进入欧洲的 也就是说欧洲人一夜暴富 一夜暴富 兜里夸多了一百万 你的什么力就陡然增加了 购买力 对吧 今儿晚上你中奖了 五百万大奖在兜里拿一大兜子 低了这五百万现金 你第一个冲路 明日咱会吃早点 我买两碗豆浆 我喝一碗 我倒一碗 我叫十个人 你一人断碗豆浆 跟这撒着玩 我看完 有钱吗 我有消费的欲望 是吧 但你哪找十碗豆浆去 十个财主 每个人拿着五百万低着的 就一碗豆浆 这豆浆就值了钱了吧 没卖豆浆的就发财了吧 拍卖啊 豆浆拍卖 谁出钱之后 一千五百万有没有 当生产力没有跟着消费力同步增长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大于生产的这个外圈吧 好 请你记住这一点 消费力非正常增长 远远 这大于号可可以的啊 大于生产 这个时候就发生价格革命 价格革命产生什么结果呢 黄金白银贬值 货币贬值对吧 通货膨胀 钱不值钱了 东西值钱了 那么谁掌握货币呢 谁是传统的货币的比较多收货币的人呢 不是不是商人 是欧洲的封建筑 因为他们从农民这收的叫定额货币帝租 这两个特征 一个是货币帝租 第二是定额 定额就意味着不能随便乱改 对吧 你要赶紧的且商量的 欧洲人是比较重视传统的呀 对吧 那么定额货币帝租 我原来收你一年两个金币 现在这俩金 原来能买两千个土豆 现在能买俩土豆 我这玩 我不是完蛋了吗 这 所以封建势力受到重创 谁掌握生产 尤其是商品的生产 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工商业者 或者就是未来的资本家吧 资本家资产阶级力量 陡然增加 对不对 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吧 在你们以前学过的历史当中 可能还没复习到 有没有这关系 什么时候 波斯福金正之前吧 对不对 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经济危机 对吗 经济危机往往是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而消费力跟进的不够 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这个 记住这两个在经济上是可以比的 往往以后讲经济危机的时候 大家看到都是生产远远大于消费 你很少能看到消费远远大于生产的时候 但是价格革命的时候 这是一很典型的例子 好 这就行了 早期殖民扩张 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初步行征 就从这来的是吧 最早进行殖民扩张的当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西班牙还挺友好 在瓜分世界的时候 俩人还坐下来商量商量 商量还挺客气 商量之后以后 让教皇仲裁了一下 教皇画了一教皇自物线 拿一滴滴球 走 这边你的 那边你的 大家出来混 中国也画分在那 中国是谁的 中国是西班牙的 为什么澳门归了葡萄牙 对 中国是葡萄牙的 每周基本都是西班牙 每周基本都是西班牙 但是呢 这叫教皇自物线也曾经调动过 因为葡萄牙人曾经被风暴吹到了巴西 巴西在哪 南美洲 那应该都是西班牙的地儿是吧 结果呢 那脚上被葡萄牙人占了 葡萄牙人没客气 站那就不走了 我觉得这地儿也不错 花也拿 拿着一只船上 也不太大 七百多万平方公里 这一花也七百多万出去了 那教皇还给他让让 我那边这 我那边这 那边还有补偿 反正教皇也挺不聊的 成年坐在哪里地图 你跟你们家画也可以画热 画完你也成教皇了 闲着也是闲着画 和着咱 不知不觉中就曾经被刮风过 中国曾经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我抽他 葡萄牙上中国干嘛来了 骗局澳门是吧 就这点吹 装成进贡的 说是水师货物不能建天朝 所以求一块小地方曝晒货物 中国人自古就有慈善的心理 这可怜孩子长成正 不让你对不起组织了 水又打湿了 进贡给我们皇帝的货物 给你晾晾杯 对吧 给你块地晾 这一上岸 兜里这钱就拿出来了 行贿地方官员 这在中国太常见了 是吧 我们都很熟悉 是吧 拿锈灯一撑 就进来了 拿了人家的你 当然得跟人家客气客气了 是吧 人家说我们想把这地儿租下来 当我们的货站 归你 一年五百两银子 就把澳门给租了 一年五百两银子 把澳门给租了 但是请你记住 直到清朝前期 中国广东 广东省 相关的地方官 是可以直接到澳门去 去直接进行管理 有效管理 除了这种事 就是地方的县令 带着城管 什么税务 工商 开着拖拉机 把那葡萄牙人 修的城墙给拆了 过去就给拆了 你看城管多厉害 砸一三轮车 摊一楼 葡萄牙人一看了吓坏 我这这部队太太勇武 啊 卫武之士 咱们真的管过 是晚清的时候 葡萄牙人借着中国 已经真不灵了 那会儿 让人打得满街乱跑的时候 强迫清政府签了一个 一个条约 就是永久战友澳门 他还不是说 说战多少年 我就租期多少 跟英国那还不一样 葡萄牙人臭龙王 那会儿他自个儿 也是一个世界上六流半的国家了 专打咱这七流的国家 是吧 反正从这占点便宜 后来你会发现 澳门回归 比香港回归容易多了 七十年代以后 葡萄牙人就不管澳门了 你知道吗 澳门就 澳门的社会治安 主要靠黑社会维持 澳门主要靠黑社会活着 那咱不能说是哪家 是吧 那地方黑社会横行 一般黑社会也是道义有道 把澳门治理给金玉有条的 然后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澳门人民是昏乎雀跃着欢迎解放军进驻的 解放军进驻第一步打黑光 把一部分收买了 一部分打掉了 现在澳门秩序景 世界著名的渡城 是吧 所以你有机会可以去消费一下 那地方完全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当时多费劲呢 跟英国谈了四万多回才谈回来 好 知道就行了 那么葡萄牙跟西班牙开辟的侵航路 进行早期殖民扩张 对吧 我们落下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他扩张的手段是什么 尤其以美洲为中心 对吧 经理的方法标注 早期殖民扩张 以美洲为中心 手段主要是什么 殖民掠夺 抢贵金属 叫掠夺贵金属 屠杀印第安人 还有贩卖黑奴 西班牙葡萄牙早就开始贩卖黑奴了 从非洲 尤其西非 掠卖黑奴 往美洲来卖 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特别大规模的三角贸易 真正的三角贸易中 收获利最大的是英国 但是西班牙葡萄牙是开创者 西班牙葡萄牙除了用火器 来打杀印第安人之外 他还用疾病 因为欧洲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一区 人的这种互相接触过程当中 免疫力是不断会提高的 美洲的原始文明 死就死在几千年跟外界没接触 一旦开门 免疫力齐低 免疫力齐低 那地方忒干净 你知道吗 他连人都没有 刚蒙体污染了 没什么人头 一个在欧洲很流很普遍的一个感冒 壳子两天就好 到那一村一村死 西班牙看出好处的了 就把病孩裹过的背后就送给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很高兴 不然拿回去给自个儿的孩子裹 你说一村就死光了 一宿死死一村 这玩意受不了 你别 你这给人看着 眼光看着 不可能 太可能了 你将来上美国 上欧洲 或者上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比较干净的地方 你待上两年 多了朋友 两年之后 回到中国第一件事 是也生病 你将不适应我们伟大祖国的哭泣 你知道吗 我这次坐飞机回来 我边上坐这些美国人 你们知道iPhone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功能 可以下载美国大使馆那树 咱们那时候 那天我赶上大悟 咱们报192 192 属于轻毒污染 人家是390多 他们报390多 是红线 红线叫个very dangerous 到500就不适应人类居住了 咱们跟人家树根本就是差着很多很多的 那么 我原来在加拿大也这样 在加拿大有一次 我们全班同学都感冒了 嗑嗑的 谈嗖之声是吧 听取蛙声一片 敌人危困万千冲 我自愧然不懂 他们都想传染我 没戏 我什么 我什么空气里长大的 我那流化 我什么 我喝什么水长大的 所以你看 再加上我这肤色 你说咱这色 一去 白人无限崇拜 我 这练的这厉害 这身体这霸 这块 这个 好多人要求我参加俱乐部 我不行 你打不过 我一般就 这个东西不好玩 我就不参加 参加就露馅了 但是身体不是棒 吃妈妈像 我这人这说讲课多一般 每到冬天咳嗽一个月 我到江南大学就咳嗽个一回 还是让水枪的 什么真的 干净的让人令人发指 你知道 干净的令人发指 所以美国人有的时候 你觉得特别不规矩 就是他 他坐在 当然是自己的地盘里 他愿意把脚丫子割桌子上 你中国你割货 瞧瞧 一桌子土 你知道 美国没有 你把脚丫子割桌子上 没土 真没土 走路 全是青草 全部都把你土都吸住 大风扬尘 开玩笑 后来我想清楚一点 为什么我们美代祖国 有这么多问题 那是因为国家爱你们 将来爆发化学战争 生物战争 核武战争的时候 全世界人民都死光了 我们还活着 所以你看 日本人特别怕核蟹漏 中国人不怕 无所谓 不去哪 买点盐 吃二斤盐全好了 当年的这种状况 欧洲跑到美洲去 基本上就这种感觉 所以传染病大幅度流行 印第安人哪扛得住热 印第安人没见过火枪 没有火器 印第安人没见过马 这马是欧洲人引进去的 但是从印第安人手里边 欧洲人也带出好些东西 比如说玉米 比如说甘薯 就是白薯 对吧 还有辣椒 还有辣椒 腌臭肉 那边也管一管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有一些基本常识的话 你大概不会犯 这是比较有学问的错误 你看我金庸写的小书 写《天龙八部》里边 说端玉他们一帮人走 从四川走过进云南的时候 隐隐空气中东 漂浮这种辣味 开什么国际玩笑 辣椒是清朝初年才传入四川的 传入中国的 那东西根本当时还在美洲生长着呢 所以如果你说四川人吃辣椒 是因为什么地理原因 气候原因 那没辣椒都是四川人早死绝了 四川人吃辣椒 也不过就是三百年的历史 四川有人可好几千年了 好几万年了 花椒也不是中国原产 主要产在东南亚地区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要做一些 这种历史的应用题的话 有的时候他也会考你这种应用的能力 原来就是一种基本训练题 高考题到没出过 基本训练题 比如说考你 说三国的曹操的书房里挂着七元春雪 曹操热爱毛主席 好不说他了 参加早期殖民扩张的除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英国法国荷兰 其中荷兰是比较早的 这么说吧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开辟新航路 对吧 16世纪100年属于西蒲 16世纪基本就是这老哥俩的事 17世纪是荷兰 18世纪以后是英国 英国和法国 法国一直当千年老二 跟后边狗见屁有事追着 一直没追上 但是他也是殖民大国 18 19世纪基本是英法 20世纪以后归美国 是吧 好 21世纪是吧 城管 我们来看看荷兰 荷兰 请大家记住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 请你记住啊 它的那个荷兰的那个尼德兰革命 有双重身份 一重是尼德兰地区 所谓这个低地地区啊 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另外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地方向来商业发达 商品经济的基础很好 在后来的发展当中 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展现 而且荷兰人具有一种天赋 就是做买卖的天赋 荷兰人推会做买卖 咱说讲这例子 那都是很常见的例子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事 你们知道日本是吧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 或者说日本近代开国以前 他跟中国一样是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 但是呢 除了中国人能去之外 只有一个长金毛的能去 中国人不是长金毛的 就世界上只有一种长金毛的能去 就是荷兰人 就世界上只有一种长金毛的能去 就是荷兰人 荷兰人对日本人的影响非常大 英国 法国 包括美国都曾经去过 但都让日本人给挡了架 都不愿意跟他们发展关系 只有荷兰人去 日本人特开心 不但把荷兰请到这个日本 当然给他弄了一个岛 让荷兰人来囤货 不许他轻易上岸 但是呢 跟荷兰跟欧洲的所有贸易 几乎都走荷兰这条路 甚至传过来一门学问叫蓝学 在日本的开国之前的文化里有根深蒂固的蓝学 蓝学就是荷兰学 就从荷兰人传过来的 我原来看过荷兰传过来的一书 人体解剖 西医 那时候日本没有 是说这血液循环 人体的各种循环 那个书里全有 这些东西让我特别不可理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荷兰人 荷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绝不干涉你的内政 只要跟我做买卖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其他我一概不管 英国法国西班牙普特 他都要搭售一些意识形态的产品 比如天主教 基督教 民主自由不爱 是吧 他就不懂得什么叫闷声发大财 荷兰人懂 什么人权 屈你的 推 给钱 只要给钱我们全干 对吧 荷兰人所以特别招人喜欢 在欧洲那就更了不得了 荷兰是股票交易所的发源地 他能够把这个个人手里的资金啊 通过股票交易的方式 他能够让他活起来 你要知道 核股公司这并不是荷兰人的发明 这咱们几个关系不错都认识 每人出一千块钱 咱组一核股公司 手里拿这公司的股票 这公司要完蛋了 咱全光了 是吧 股票交易所是干嘛的 你拿这股票 你可以到这交易所把它卖了 也就是说你投资进去 你不一定等着这公司赚钱分红 对吗 你可以用炒这个股票的方式 在一买一卖之间把现金就给圈走 这是一个极为灵活的方式 所以中国股民要知道 这玩意荷兰人发明了 就踹死他们 今天中国股市又跌到两千点 两千二百点以下 中国股市十年没涨过 曾经涨到六千点 咚下来了 这个是一伟大的国家 那么你就会发现 中国经济 中国GDP 匆匆这十年涨了多少 现在2011年底了 是吧 跟2001年刚入市的时候 相比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变得 比原来大的多了吧 你们亲眼见证了 这十年经济是怎样发展 自豪的同时你发现 股票回起原点了 这合理吗 对吧 你们就应该知道这里有事 但是咱们亲戚别说 有时候出去有人追杀咱们 最盛的时候 荷兰人手底就控制了商船 一万五千艘 遮天蔽日 那会没有蒸汽动力 对吧 全是帆船 全是帆船 这些商船一万五千艘是多少呢 世界能在海上航行的所有船的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 荷兰人拥有的船 占世界其他国家拥有的船的总和 就这么牛 外号叫海上马车夫 而且为了给自己的商船护航 荷兰人建立了庞大的海上舰队 所以他也有强大的海战能力 这样的一支一个国家在十七世纪 傲然称雄于世界上 尤其是大洋上的 到中国来混了一台湾是吧 让郑成功给打走 咱说过郑成功在岸上待不住了 让清朝人打着向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一瞧 那儿一倒 怪 又怎么长这么模样 去去去去 荷兰人说 不去 去 还让马车夫让他轰走的时候就这么惨 哪年轰走的 1662年 他是1624年战的台湾 38年之后被郑成功轰走 1662年正是十七世纪中叶吧 十七世纪是海上马车夫的时期 中叶是他最盛的时候 让郑成功拿一个小指头 滚蛋 就走了 客观上折射出来一个结果 就是欧洲这帮 毛头小子们在大中华面前称不得什么英雄浩汉 什么时候他们才真正牛起来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以后咱就真头朝下了 那会人家怎么说咱怎么试 好 你会发现他战过台湾 他也在美洲有他的殖民地吧 纽纽约的前身叫新阿姆斯特丹啊 这名就看出来了 英国 英国有地利啊 他本身处于大西洋的航运中心线上 而他的造船业 他的航海业都是很发达的 而英国人是后起之秀 对吧 他跟荷兰人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荷兰的商业极为发达 以至于荷兰人忽略了工业 你要知道工业赚钱是比较慢的 商业赚钱是最快的 一倒一卖二刀饭子 对吧 当我用商业可以赚足钱的时候 我就懒得去发展工业 赚钱越快越好 对不对 那么当全民皆商的时候 荷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导致他昙花一现 这世界霸主昙花一现 就是他没有工业基础 而没有工业基础 意味着长久竞争力不足 商业 如果人家限制你的话 你很难的 除非你有绝对的把握 永远让人限制不住你 那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英国最大的特征就是 他有几百年的工厂手工业发展史 他的工业基础极强 再加上商业意识非常浓厚 英国成为后来的200年的世界霸主 是有道理可循的 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上 英国积极的参与殖民扩张 还有点后起之秀那感觉 西班牙葡萄牙此事已经摔落了 荷兰正在逞凶的时候 英国努力的参与 三角贸易 那三角航程是他开辟出来的 就是真正的把它变成一个特别能赚钱的买卖 固定的航项 对英国人是获利最多的 从欧洲拿工业品 你看英国他有工业品 带着本国产的工业品 夸奔西非 到西非去给酋长 你不要真以为说英国人跑着就是自个儿拿棍子敲黑人 棒敲晕一个往口袋装一个 没有 主要都是非洲人自个儿敲你知道吗 你只要买出一个酋长 给你点烟草 给你点那个什么 给你点万一镜 弄几只那种火枪 酋长一看 这个好玩 可以敲五个 就带走 非洲那边还有奴隶社会呢 所以那酋长本身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不处理的人 他有绝对的生杀语夺之权 他们当然英国人他也敲 实在买不着 他就拿棍子敲 反正大批的黑奴掠夺 送到美洲去 法国人也干 法国人也干 西非的那法国人也干很多 那卖黑奴 他的利润是多少 有一个比例就是 一个成年男性的 健壮的成年男性黑人 在非洲上船的价格 二十五法拉 到美洲去一千法拉 到美洲去一千法拉 四十倍 四十倍是什么概念 我装一船黑奴 我踹半船进海里边去 我还是赚死我 我还是赚的手手筋 点钱点的手手筋 你想我这一船几百个黑奴啊 一两百个黑奴 我刮过去 每个一千法拉 那是十万二十万 对不对 我每个进价 才二十五 这比官批还狠 批发黑人的 到美洲去 把黑奴卖到种植园去 把生产原料运回到欧洲 这三角贸易 每一趟 这三角生的每一边都赚钱 对吧 按照当时的气候 或者航行 大概这三角走下来要两年 三角走下来 我告诉你这条直角边 哗过去 四十倍的利润 原料 进欧洲 那是多少倍的利润 我没算过 你再往下走 这又是多少倍的利润 一只火枪换五个黑奴 对吧 这五黑奴就五千法郎啊 你算死仨 还两千法郎呢 对不对 这样每一个边都大幅度的几十倍的赚钱 一两年下来这一圈 就足够你伙伴妹子 所以欧洲用这种方式在完成一个重要的事情 叫资本的原始积累 早期的殖民扩张和这种 这个除了占殖民地屠杀印第安人之外 这种殖民贸易本身也是充满血腥和暴力 马克思同志这样教导我们 说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话一点都不太错 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不怎么样 但是研究资本主义一门那 他把资本主义研究透了 然后在脑子里想了一社会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咱们可以看到问题还是有的 是吧 但资本主义老马是研究透了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说的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好 明白这就行了 英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海上霸主 用了两百年以上的时间 打了三场巨大的战争 第一场就是 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是吧 1588年 16世纪末 西班牙葡萄牙已经走向衰落 在当时英国人特鼓励干的一活是什么 当时是英国都督王朝的时候 都督王朝加强中央集权 大家也知道 亨利巴士什么伊丽沙埃伊士什么的是吧 这帮人最大的一个乐趣 就是派海盗去抢西班牙和葡萄牙 你多省事你知道吗 我们连印第安人都不直接抢 你们先抢 抢完我抢你 你船上装满了 黄金白银 直接运我这来吧 葡萄牙西班牙非常郁闷 西班牙国王准备教训一下 伊丽沙埃伊士女王 你个小女子 撑你 最后派了无敌舰队来 让英国人打败了 英国人当时没有足够多的巨舰 但是呢 他有很多小船 那海盗船距离 伊丽沙埃伊士女王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先例 就是他亲自登上海盗船 给海盗册封爵位 把他变成贵族 拿了一口箭 发一十字 你封你为男爵 他前来 海盗特别乐意给他钱 然后当男爵 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 小船在大船里边穿梭往返 往上扔人手瓶什么的 最后把无敌舰队给点了 这一下西班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英国还没有真正成为海上瓦子 因为还有荷兰 怎么修理荷兰呢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从克罗威尔开始连续打了三次英核战争 没有完全把荷兰打得惨败 但是还是取得了一定主动权 最后英国确立海上霸主的打败的对手是法国 有的书上明确提到 说咱们课本也提到 就是说是这个英法的 这个就是18世纪的中叶 英法的这个战争 包括像争夺北美的七天战争什么的 这个法国战败 表示英国拿到了海上霸权 我一直觉得这是有争议的一个说法 请你要记住 如果法国从那会就衰落了 那拿破仑是谁啊 对不对 拿破仑虽然在海上最后没有能够打败英国 但是英国可是团着一帮哥们才把拿破仑给捏腹的 拿破仑这个人的出现 还可以算是法兰西最后的辉煌 我一般说到1815年把拿破仑做掉 这事才叫英国最终确立他的海上霸权 但是三个对手 西班牙 荷兰 法国 这顺序是不错的 如果说他从16世纪末打到19世纪初 这事就200多年了 打到18世纪中后期也有200年的历史 所以这个海上的争霸 请你要记住 那么他是大英帝国一个重要的支柱 英国人对海军情有独钟 在飞机发明以前 空军形成以前 海军是一个国家向外扩张的最重要的这种标志 这个英国独霸世界大洋 是有些年头 那你就可以理解 当郑和下西洋以后 我们砸毁了船只 烧掉了土纸 闭关锁国 是吧 海进加闭关锁国 中国等于是主动退出了海上的争霸 以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 玩死全欧洲 你信不信 玩死全欧洲 咱们不玩 后来呢 就不说了 好了 不说他了 生气 我们来看看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 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 与近代思想的兴起 先说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那你们的常识用什么语讲比较合适 以大利语 对吧 有人会说以大利语吗 有人会点 那算了 你要都不会就好办了 意大利语文艺复兴怎么说 保证你不会 这词我费了半天劲 我才学会的 我这练这都路练了 练了一多礼拜 Renishment Renishment 这舌头里 我儿子就不会 好多人这是天生的 你不要怨天游人 生理缺陷没问题 你就不适于说拉丁语 所有拉丁派的这语都是 Renishment 你要跟将来跟外国聊天的时候 你成天老说鸡蛋朝西红柿 I can put an tomato Get good 好吃 Good taste 你喊他吃货一个 你跟人家谈的Renishment 这太好了 我前两天建了一个建桥大学的招生官 建桥大学 你知道英国人都特别傲 是吧 把他劲劲的德行 我不在理 后来也聊天 说完了以后我们聊天 我去过建桥 我说也言他德行 你去过 不阴不阳的 我去寻找一样东西 他立刻眼睛 你上建桥找东西 你找什么 一般中国人去找什么 徐志摩的在别康桥 那多俗 我说我去找Olive 科伦威尔的头 你就蹬起来 那是一教历史的 和社会学的教授 你去找什么 我说我去了一个叫做 Sydney Success College的地方 我巡视了半天 我没有找到埋葬 科伦威尔头的地方 真是一个遗憾 那叫做特质 来建桥 找我 我带你去 我知道在哪里 你跟他聊这个 他证明你有文化 你成天老聊 别人都聊剩下的 那不管用 我凭这Renishment 打遍天下无人能力 我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门口 我准备进去狂逛一天 所以早上在那准备 论员了吃一顿饭 兜了又没什么钱 找意大利餐馆进去 特漂亮一公斤 端着盘子问 有生硬的英语问问 你要什么 我刚才我点完菜以后 我干了 我说我只会说一个意大利语单词 叫做Renishment 哇 那工的乐 上了菜都比别人好 你要知道 这东西管用 那顿饭盯得下午四点 你知道 太好事了 要讲英文的话 这个叫做Renaissance 怎么评 Renaissance 我有一个天才的发现 人 爱很多 在第三册书上 这必书三种 也叫Renaissance 或者Renaissance Renaissance 这词你 除非你硬盘锁的话 一般不会忘了 他怎么听了 你发现 它就有一个R意在这 这就意味着复兴的意思 那么Renaissance 这个词的基本意思 就是它是一种 我就不背那英文的解释 它大概就是一种 最重要的人文主义的复兴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 叫做Humanism Human 大家都知道是吧 就是人 Humanism 就是人文主义 有很多关于人文主义的误解 比如说 中国古典的哲学里 思想里有没有人文主义 有 你别说没有 孔孟的都有 孔孟知道讲究人 对不对 这个人字 虽然是人与人的关系 但它的本意是人与人要怎样 要相爱 对不对 人者爱人 对吧 对人有友爱 人义理之信 体现人 尤其孔孟 孔子是尤其不信什么邪魔外道 子不语怪乱乱神 那么他对于人本身的这种肯定 这是人文主义 但是人文主义在 我觉得汉朝以后 尤其董仲书这个儒家以后 他给中国儒学加入了一个天在里边 对吧 天就成为压迫人的一个手段 那么人文主义就开始淡化 所以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的主流里 人文主义的色彩不浓厚 那就是咱们批判过诸子的这个存天里灭人欲 对吧 存天里灭人欲 说白的就极像这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 对吧 它是一种赎罪说 原罪说 让你丧失掉你的人文主义这个特色 不重视人的利益 人文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凡事以人为核心 强调人的利益人的价值和人通过理性自我实现的能力 所以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 人要通过理性来自我实现 同学们现在坐在这 努力准备高考 其实就是一种通过努力来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对吧 你将来要上大学 你要学你想学的专业 去你想去的学校 除了要做你想做的工作 那么你要追求你想要的生活 你想要的生活可能有种种条件 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那是你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以人为核心的 都是以人 所以这是人文主义的东西 那么意大利成为为复兴的发源地 它的条件是什么 它跟其他地方的发展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意大利利用咱们提到 我刚才刚提过 宗教是一个 宗教肯定在罗马天主教皇站那是吧 那就是一个压迫了 它工商业城市多 对吧 意大利 这时候所谓意大利 它没有一个意大利 是一对的利 罗马是一个什么 弗洛伦萨 威尼斯 这些都是 米兰都灵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那么这些地方 他们的工商业发达 资本主义的水平相对较高 它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 它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的经济基础 对吧 好 第二 古代文化的积淀 古文化 意大利上乘罗马帝国 对吧 罗马帝国的文化受到希腊的影响很多 所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 咱们算它一波的 你要找古罗马帝国上哪找去呢 那就是在意大利 对吧 它是后来的西罗马帝国 第三 也是在文艺复兴开始这段时间里边 因为东罗马帝国 遥遥欲坠 最终被奥斯曼托尔西给灭亡了 所以大量的东罗马人涌回到西罗马 带回了大量罗马时期的文化典籍 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很强的推动力 三者居然合一了 意大利非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不可 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些条件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 比如说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 我们先看文学是吧 文学 首先我们要提的是淡丁 淡丁这个神曲啊 我承认啊 太难看了 我试图读过原文 读了三页 近乎于脑死亡 读过下去呢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作为中国的文课生 你读过淡丁的神曲吗 没有 这太丢人了 这也是吧 你得告诉他 意大利文都没读过 点点点 你们想去吧 其他的四十几种文字的 我大概也没读过 有的时候耍一点小话头是吧 但是你要看神曲的大概的这个故事还是能看出来的吧 我们做个简单的分析 淡丁这个人呢 出生于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 出身高贵 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热情 也投入了巨大的这种努力 也成就很高的地位 他曾经是佛罗伦萨的几个三个还是四个大的执政官之一 换言之已经达到了这个城邦 这其实佛罗伦萨就是一国家你知道吗 这种国王的这种水平 就达到了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地步 但是在出国访问期间被做掉了 被政敌发动政变推翻了 而且政敌宣布他使佛罗伦萨的耻辱 如果回来就要治罪 那他终生没有再回到自己的故土 在政治上是个失忆者 一般人说吧 这赌场要是失忆 情场就得意是吧 这赌丁是点倍太郎 超级点倍 情场也失忆 从小就热恋一个漂亮美眉 人家就不理他 后来人家就更不理他了 那姑娘后来嫁给一富商 然后25岁就死了 赌丁的虽然自己也结婚了 也有孩子 但是一生悄悄的热恋着那个姑娘 谁说痴心女子负心汉 像赌丁这样的老爷们差不多也可以嫁 你们要见着别放过 这种人不多了 赌丁这一辈子游走 政治上完蛋了 婚姻上也完蛋了 就剩写诗还行了 终于在文学上成了一代租师的地位 恩格斯评价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期的第一位诗人 你要把这评价一看就这是这转折点的地位了 我们看到这作品怎么转折 他把 请你记住 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鬼魂 那在古罗马诗人维基尔的带领下 在地狱 炼狱和天堂之间游走 那么他先到地狱 地狱一共分九层 每层住着不同罪过的人 罪底也不是教皇 罪底是犹大 就是 叛卖基督耶稣那种 所以所有的叛卖亲人和师长的 都进最底的那种 将来出去不许说我坏话 否则进去 打入九层地狱 十八层 中国多一位 中国人口多 中国需要比较大的地狱空间 人家欧洲九层就够了 第九层有这坏人 你说那个教皇头朝下给插在路边 然后把后脚跟点着当路灯那种 这个都他干的 那是在第八层地狱里 这每一层都有 我点几个名你们听见 其实都是历史上挺有名的人物 他都在地狱里的了 但是第一层 就是最浅最上面那个 罪过最清的那层 不受任何的刑罚的那层 那层安详地狱里 有一堆人 但这个狱上都有谁呢 彼得格拉斯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咱第一课讲的全在里头呢 合着我那古希腊古罗马片讲的是 战兵神取的地狱第一层 包括那个什么 西伯克拉底 在这里人吗 不知道 决医的人都知道 那是古希腊的一位医生 西伯克拉底 一般他们 就西方医学界 到医学院的学生 考进去要宣一个试 叫西伯克拉底之试 就是从古希腊就有这传统 这些人都搁第一层了 我一般我会问 就为什么把 你是 都挺好人是吧 就搁地狱里头 为什么 你能想出来为什么 他废话 他活得比上帝早啊 他比基督耶稣早好几百年呢 因为他们没有德行见上帝 见基督 所以他们不能过炼狱 不能进天堂 只好下地狱 但丁很喜欢他们 很尊敬他们 搁第一层不受罪 反映了但丁的什么 但丁把自己很喜爱的这些人 很尊敬的这些古代的先贤们 搁在地狱第一层 尽自己最大能力 让他们免于受苦 是吧 但还是在地狱里边 万事不得超生 说明但丁是一个虔诚的 信上帝的人 他是基督徒 天主徒 这不好说 但是呢 他是信上帝的人 所以他把上帝的这个信仰 放在最前面 炼狱里边分七层 这地狱是一漏斗 你知道吗 第一层最大 越往下越小 坏人越来越少 第一是一大漏斗 到尖着 穿过这漏斗 那边就是一反漏斗 那反漏斗就是 就是炼狱 炼狱分七层 每一层是一种罪过 什么贪婪 什么傲慢 贪痴 你知道一件是七宗罪吗 七宗罪是一个骨片 那就是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 按照这七宗罪杀人 你回去有机会 等高考完了 闲着没事干那仨月 天天看恐怖片玩 一上大学进宿舍 第一晚上 我给你聊聊鬼故事 吓死他们 你将来到大学里 看一帮外地学生 都是为走路 管直角的那种 你给他讲俩鬼故事 然后你炫耀的说 这是我在高考之前看的 他们会很佩服你的时候 我高考之前干嘛来着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高考之前 那会高考不是六月七号八号 那是七月七八九 我当时实在不行 我忍着 我忍着 我看了二多场 一共五来场 我看了二多场 没办法 实在不行 我这人看世界杯特倒霉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看世界杯 墨西哥世界杯 我夜里看 意大利世界杯 我夜里看 94年美国世界杯 我夜里看 98年 法国世界杯 我夜里看 2002年 韩国日本世界杯 我在加拿大呢 我夜里看 我马尔街 我到现在还没百天看过世界杯 你知道吗 信死我了 90年我看了二多场世界杯 这是必须要看的 我就教你们坏 是吧 你们今年没什么大事 是不是 今天有欧洲杯 那个比世界杯还好看 千万别看 我说了 千万别看 这是一个 一个教训 我要不看世界杯 我也许早就上北大了 可惜呢 后来就当老师了 好 我们来看看 三丁 他把各路的这种古人 现代人啊 按照自个的这种判断 给搁到不同地方 他把他那初恋凶人 给搁到天堂了 而且 就那古罗马那诗人维基尔 带着他走地狱 走炼狱 都行到天堂门口 维基尔进不去了 维基尔也是公元前的人 凡是没见过基督耶稣 都进不去 对吧 全在后面待着 然后 到天堂门口 他那个初恋情人来接他 这人 是吧 很自私吧 他 你想 谁才有权力决定 这人死了以后 搁哪 上帝 弹钉 整个这本神曲 就四个字 我是上帝 服服 我是上帝 我可以做上帝做的事情 人 可以做神才能做的事情 这人是不是够神的了 看出人文主义来了没有 就这么看 好 咱给你一个反方向看 佛家丘 十日谈 十日谈 这故事背景大家知道吗 就黑死病的时候 欧洲人大概 死了三分之一吧 有的城市死了 百分之八十兆 绝肿 这经常就半城半城死人 传染病 那是一种一种 什么叫肺 什么什么鼠疫 我不太知道 反正传染力极强 欧洲人光机光机就死了 在佛家丘的这本书里边 这个 十个贵族青年 为了躲避传染病 跑到乡下去聚会 闲急无聊啊 凑在一块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 十天讲一百个故事 十日谈是一个一百个故事的一个中篇小说 我高中的时候 老师说 进书啊 不让看 回回 后来我就买一本 老师都推荐了 你要真进 你就别告诉我 是吧 你又告诉我 逗我 学文科的 大家要知道啊 学文科的人呢 雪夜闭门读尽书 乃人生之一大乐事 知道吧 现在不行在家里生火了 是吧 原来就是生大火盆 旺旺的 把门关好了 四下无人 床底蹲出来 毛选 资本论 论无产阶级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兵 谁没事就看这玩意儿 学业闭门 读尽书绝对是一个乐事 所以同学们 我知道现代人 你跟我这老汪菜不一样 我小时候那是看书炮大的 你们现在是玩iPad 玩互联网 玩大的 网上的东西再好 还是看原著好 我可以给你们提个言 我现在带的这个班里边 一般的 我们的外教老师留英文阅读 光留一本英文小说 读两句读不下去 就找中文翻译版去了 连中文翻译们都懒得读 直接看豆瓣上书评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路 请你记住 绝对不是一个正路 还是要多读原点 那么 在当时 博家区写这本书的时候 坦白的这一百多个故事 论原了骂教会 你看吧 从教皇开始骂 骂到书籍主教 骂到各级教士 骂到最底层的修道院院长 修女 反正无一不是贪婪 自私 愚蠢 肮脏 卑鄙 下流 淫晦 你想吧 为什么成禁书了 你知道吗 就是此处删去一千五百字 别人太多 拦完了骂教会 那和这教会给骂得也太惨了 好 你如果看到神曲 你发现人可以做上帝的事 对不对 你再看十日谈 你就发现上帝和他的信徒 跟我也差不多 装得跟大半算似的 往台上一站 存天理 灭人欲 灭人欲 存天理 回来什么都干 对不对 这个极大的唤醒了欧洲民众 原来你们这样啊 那我也可以那样啊 是吧 想法就飞奔了就 这两本书 一曲而同工 目的是一个 人等于神 甭管怎么理解 你说神好 那人也好 你说 你说人不好 那神也不好 反正人等于神 甭跟我面前跳跳声 这教会 恨这帮人恨得要死 那彼得拉克是干嘛的呢 外号叫欧洲人文主义之父 他写诗 他是个诗人 人文主义写进诗里边去 其中有一首诗 我没有全背 那全文 大概的意思就是 你傻孩子 你男生 看你漂亮姑娘 肾上腺素 分泌加剧 脸红脖子粗 动人不走眼 心跳加速 想跟人家说一声 那句话 又不敢 就这样 就写了一首诗 这诗算什么 这诗算什么 这叫人文主义之父 那我初中写的 叫人文主义 他大爷了 我比你比他写的 是吧 删去字数多多了 你别忘 人家什么时候 你写那玩意儿 让教导主任抓住 顶多就是借面谈话 最多就是 把你爹你妈 叫来 然后今夜有暴风雪 男女混合双打 到头了 是不是 在那个年代 写这玩意儿 死了死了 这真是有可能 直接送上火星柱的 因为你居然敢写 人类对爱情的憧憬 那是多么荒诞的事情 难道你不知道 人类有原罪吗 难道你不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亚当和夏娃 就是因为爱欲 而被赶离伊甸园的吗 你居然还敢赞美这个东西 太不像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连主教带教皇全知道 那是人的正常现象 咱们男生不多 文科班男生本来就不多 悄悄的问一句 谁看见漂亮姑娘 心不动了一阵 你到这么大 你心连一次都没蹦过 不是生理不正常 就是心理不正常 我告诉你 我初二都动过了 那很正常 我觉得 当然是吧 有某种特殊需求的同学 那是另外 但是说 我们也不歧视 那个Homo的那个 那是一种客观存在 对吧 我们相信客观存在 但是 太正常了 不用害羞 公开的说 没问题 四中最近又出一档的事 学生处规定 新年舞会 必须找到异性舞伴 采取进去 不找到异性舞伴 不许进 所以现在我们这 高一小孩都疯了 你知道吗 成天约会 有舞伴 我们一般我们也很宽容的 你看 卖出去没有 还没卖出去呢 要不要帮你找一个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越是能够看淡它 它就越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叫文艺 文学三节是吧 艺术三节 大家也知道是谁了 达芬奇 达芬奇 拉斐尔 米开朗基罗 我这没话 我没法说 你比如说达芬奇 那个最后的晚餐 是个神话话 宗教话 圣经话 对吧 但是里面非常明确的 显示了一个信息 就是所有这些神圣的使徒们 他们在知道自己的老师 将要被出卖的时候 那种惊恶的表现 每个人都跟活了一样 那是一个人间的一种感觉 最典型就是拉斐尔的那个西斯丁圣母 我一说这名你们有印象吗 西斯丁圣母 大概就是在绘画的中部是一个圣母 怀里抱着基督耶稣 这边是一个是教皇 来迎接这个圣主 这边有一个侍女 底下脚踩祥云 底下有俩小天使 那俩小天使 就是拉斐尔他们家对面面包房 那个面包师的俩儿子 长得跟俩肉球似的 这你能在他身上看出水来 滴答欲滴那种感觉 咋小肥镖子 天天在拉斐尔的画室里都滚的 喜欢的不得了 依然按一小翅膀割画里头 中间的圣母面色忧郁 抱着这个圣子 是这个姿势抱的 给你 他知道这孩子不是我的 这孩子是上帝的 是上帝为了拯救人类的罪过 而把他的孩子献出去 圣母知道 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圣母知道 这个孩子将用他的鲜血洗清人类的罪恶 圣母也知道 在被钉死以后三天他将复活 但是他不将不会回到人间 他将回到天堂与天父在一起 圣母全知道 但是给不给 你看这孩子这给的姿势 左手托着 那肉球似的 基督耶稣也跟肉球似的 托着那小屁股 右手扣在基督耶稣的叶下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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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机会 我抱着就跑 我给你 我凭什么给你 你要能把这感觉看 真想给怎么给 扔过去 逼着腿 在前上摔两下 有的是方法 刘备摔孩子 咕噜噔噔噔噔噔 让我地上扔的 你得出了手 他叫真给 这叫给 你得看话 你得看出这个意思 他知道 这个孩子是有神圣使命的 他要做一件伟大光荣 而且永远正确的事情 世界上的基督者将紧密团结在 以他为核心 那也不给 你们现在这年龄不懂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现在你们这十七八岁 正是白眼狼的时候 你妈说你什么 对你好 多穿点衣裳 你烦不烦呢 我知道穿多点衣裳 你管我上哪 这净这 将来你们 真当了父母 你就懂得了 你看着那孩子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天哪 这玩意子这么可爱 你愿意为他付出你的生命的 如果你 现在你回去问问你妈 比如说 台湾要统一了 马英九开出架来了 只要把你摔死 台湾就回归 校长给你妈打电话 中央来电了 咱们现在统一台湾的最好时机到了 你自便吧 你妈能拉上你上山当白帮旅去 爱谁谁 你们闺女怎么不摔死 平时不摔死 你家丫头 我才不要台湾统一呢 跟我关我屁事 所有当妈的都这样 所有当妈的都这样 这是人的本性 你成天 这哪是 你跟人家找英雄的母亲 英雄的母亲应该是孩子 去打敌人吧 我说 你献出去 你死掉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没心没肺 咱们塑造的英雄 经常是没有人性的 请你注意 将来你要拍片子的时候 不要老渲染这一面 这一面基本上都是假的 人文主义就是要以人的利益为核心 要体现人的价值 不管是文学三节 还是艺术三节 基本上都有这个意思 大家应该也看过 米天朗七罗的大卫 一个健美 阳刚健美的青年男性的裸体像 我原来把那照片重现打出来的时候 老教师告诉我 咱弄一半身像熊 我就默然的看着 怎么了 没穿裤子 对啊 你非得给大卫穿裤衩了 穿大华裤衩了 你才高兴 我也不怕 咱们女生多 我也不怕那边有摄像头 我就想问你一句 谁看了大卫的裸体会产生纷纷之下 你也退暗脏了吧 这 至于不至于的 你心里边要不是有那个非常丰富的那个 你用得着 胡思乱想 那是一种震撼的美 太震撼了 所以希望同学们将来有机会 你去意大利 去法国 那是要用心去看的东西 当然有些东西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差很多 比如蒙特丽莎 蒙特丽莎其实比你想象的特别小 老远看又又又被封在那个防弹玻璃里头 基本你老远看前面一万多人看着 运气好的前面四千多人 你看老远看个邮票是这么大 特别小 但是呢 用心去看吧 比如去卢浮宫 你要真想去的话 你永远不能参加 我刚才说过不能参加那种什么十日八国的旅游团是吧 上车睡觉 下车撒鸟到处拍照 回来一问哪都不知道 卢浮宫四个钟头 卢浮宫俩两个钟头 卢浮宫半个月差不多 卢浮宫半个月 我现在是尽我所能 我每到一处看博物馆 我努力看一天吧 所以这次我去纽约 因为没有一整天的时间 所以大都会我不去 我不着急 我下回再去 大都会博物馆 你不泡个几天 我泡一天已经是很卸足神灵的事情了 你知道吗 所以希望同学们要知道 将来到欧洲去踏踏实实的去旅行 而不是去旅游 你跟着团旅游 还是经常逛什么老婆一百个商店 买两个员一程的厕所有香水什么的 千万别干大事 中国买东西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厕所将会尤其有 有的事 文复兴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这种人文主义的宣扬和传播 对吧 他反对的主要是谁 他反对的主要是天主教的神权统治 反对的是对人的这种精神的统治和肉体的控制 比如说禁欲 对吧 比如说对人的这种原罪的这种说法 比如说基督教神圣不可侵犯这些东西 那么他所反对的东西 所揭示或者所弘扬的这种理念 其实都是以成俗的 世俗的人的这些利益为核心的 我问你一句 殖民扩张屠杀印第安人 算人文主义吗 这这就特特狠是吧 特小策拉是吧 算人文主义不算 算吗 算 他是他是满足人的意愿是吧 我得活得好是吧 那我现在对你人文一下 我拿刀把你剁了 然后我肯定活得更好一些 他杀的是人 他当然不是人文主义 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 那些人不是上帝的信徒 所以不当人看 明白吗 所以他认为那是野蛮人的 根本就不是人 我杀的根本就不是人 是动物 他是从这个角度解释说 我这也叫人文主义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狡辩 往回退一步 我成天想着发财 我成天想着挣钱 我成天想着晚上点钱 点的手抽筋 是人文主义吗 是 所以反过来说 人文主义里包括拜金主义 对吗 原来考过这种题 16世纪的时候 英国的戏剧里演着 说潜能通神 一切都能够用钱买到 这是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吗 是 是 那人文主义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纯洁无瑕了 是吧 他的主流是好的还是不好 特别是在这个中世纪的背景下 神对于人 对于人性有着绝对压迫的情况下 那么人文主义的复兴 极大的推动了思想的解放 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是他里边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书上现在不讲了 原来特别常提意大利的一个哥们 叫马基亚维利 马基亚维利 开创了一个马基亚维利主义 简单说什么意思呢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写这本书叫君主论 鼓吹意大利应该统一 应该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应该对外侵略扩张 应该杀掉敌人 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干掉别人 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梦想 马基亚维利主义后来特别流行 直到现在 其实在中国也挺流行的 可能你们不知道这词就是 马基亚维利主义就是 只要我达到目的 我可以不择手段 我想跟同学们讲 咱们讲 讲这个 必修一最后那段 也多少提上恐怖主义 是吧 恐怖主义 基本的指导思想 就是马基亚维利主义 恐怖主义者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事实上 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我要让你妥协 对吧 我为了让你妥协 我不惜杀害平民 因为你 因为恐怖主义者知道 我不在乎你的平民生活 而你在乎 对不对 你过来 反过来 炸死我多少平民 我也不在乎 伊拉克人死人比美国死人死多多少 我不在乎 阿富汗人无所谓 对不对 这个恐怖主义者 塔利班这些人 他们是无所谓 他不在乎平民的死亡 但是他知道美国政府在 索马里海盗 他为什么能够 能够绑一船人 然后要钱 他知道 对方是看中人的这种地位 对吧 在这种时候 用这种极端手段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论是政治目的 思想的目的 或者宗教的目的 还是经济的目的 都是不可取的 有东西可能会问我 就是如果弱者需要反抗强者 美国那么强大 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把他的总统干掉 把他的国防部长干掉 是吧 那我干掉他俩平民怎么了 我是弱者 他是强者 我用恐怖主义的方法去 去打击他 让他难受一下 我不对以而为之 因为美国也这么对待我们 我一个学生就这么问过我 后来我给他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 但我知道我不应该干什么 有些事是不能干的 所有对平民的这种恶意的侵犯 都是不可接受的 冤有头战有主 谁犯的罪 你找谁去 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 是不允许滥杀无辜的 所以我个人对恐怖主义 有一个基本的片 我觉得那就是马基亚威利主义的一个极端体现 很坦白的说 现在中国社会可能这种人也挺多 只要我发财 只要我过得好 他能连亲妈都卖了 这种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我们看很多很多的这种负面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秉承一个最基本的理念的一个判断 就是我们不能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总是要有一定底 人事要有底线 好 我们把意大利文艺复兴基本就说到这 请大家记住 人文主义不全是好的 总体是非常好的东西 但它里面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问题用什么东西来修正 后面我们会讲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简单把宗教改革的背景说一说吧 说到宗教改革 我们先得简单串一看 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大宗教是信上帝的 我们最早的这个宗教 信上帝的宗教是犹太教 犹太教 犹太教有一部圣经叫旧约是吧 很简单 犹太教 犹太人啊 相信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啊 对人类越来越堕落 越来越肮脏 感到失望 上帝最后是要毁灭这个世界的 但是呢 他对于这个犹太人情有独钟 所以他跟犹太人有一个约定 就是你们是我的选民 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 我将带领你们走到天堂去 其他地方我要毁灭 犹太人一直有这么一种种族的优越感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这个宗教的信仰 支撑这个非常悲催的民族是吧 艰难的走过了两千多年 两千年以来 犹太人没有国家到处受迫害 但是犹太民族的这个灵魂没有散 我请你注意 犹太人在近代以来所贡献的这种 这个成就太多了 是吧 确实聪明 确实太聪明 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琢磨琢磨这事 有人说犹太人世界第一聪明 中国人第二聪明 这事跟人套瓷还好使 真拼的话不一定 犹太人确实太厉害 那么犹太教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的一个缺陷 就这玩意你不能信 你信了你就完了 因为上帝只救犹太人 你又不是犹太人 你不信吧 还有点叛徒 上帝也许还救我 你要信了 你就直接问下边去吧 你找一层自个人 找一座坐上就完了 旁边就是那教皇倒是插着没 反正你是没希望上天堂了 但你可以这么说 犹太教是个什么主义的宗教 有点种族主义吧 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是吧 且不说他对还是不对 我无神论者相信他不对 是吧 不管他对不对 这玩意他传不开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传不开 只能在犹太人内部传 他可以极为有力的 使犹太人团结在一起 但是使别人更加恨你 基督耶稣也是犹太人 圣母玛利亚也是犹太人 那么这对犹太母子 怎么创出一新教了 在基督教是吧 有一种传说 圣母玛利亚实际上 是吧 发生了某些特别的事情 然后就起来了 是吧 肚子一起来 怎么办呢 这在犹太教里是要被处死的 这失去贞洁的妇女是要被干掉了 用石头砸死 跟阿拉伯的某些 这个教律是一样的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和父中胎儿的生命 玛利亚说 这是上帝的 这玩意太吓人了 你知道吗 这玩意太吓人了 这犹太人在杂的时候也得想想 万一他是真的呢 对吧 这上帝没人是把我们家点了啊 所以保护了他自己的生命 那这事传出来以后 你就成为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犹太人实际上是坚决不信基督耶稣的 明白吗 你十二月二十五 他马上过圣诞节是吧 你跑去跟犹太人 Merry Christmas 招呼你 你们家Christmas 不承认这玩意儿 基督耶稣的诞生 是基督教开创的标志 实际上 他是从犹太教里分出来的 他怎么招人信呢 他就得招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信是吧 他就提出来说 上帝也后来又后悔了 犹太人也堕落了 你知道吗 上帝人特后悔 跟他们签了这个约 虽然那个旧约也是真的 但是上帝后来改主意了 又重新跟我们签了个约 他重新跟人类签在新约里边 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 信仰基督者即可得救 带给了世界其他的人类一光明 明白 你们这些倒霉孩子 非犹太人 如今有了主人 基督耶稣在召唤着你们 他最起码传得开是不是 罗马人后来来了 基督教开始是邪教 法轮功一代 基督耶稣也给盯死了 最后的结果 罗马人是一个信多神崇拜的 信多神崇拜 他就在思想信仰上很难统一 一神教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统一 罗马人很聪明 一看这玩意好使来我要了 把它立为国教 立成国教以后 这就跟孔子那个儒家似的就开始出现种种迫害别人的事情 所以他的一个主流叫天主教 天主教信基督 信圣母 信圣母 而从天主教当中分出一支来 就是我们叫他新教 叫新教 这个新教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叫他的基督教 当然这还有一支叫东正教 东正教就是罗马帝国分裂的时候跑到东边去那帮 现在的俄罗斯 希腊 东欧很有力量 力量确实很强大 连共产主义都没干掉的 苏联存在那么些年 东正教 你死 多厉害这玩意 我们其实要讲的就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新教这部分 下周我们再说